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书是 带来幸福的前天堂 在狭窄的巷子里 有一间神奇的零食店 零食店名,名叫前天堂 有位神秘的老板娘,名叫红子 她卖着神奇的零食 各有魔法,带来幸或不幸 她专门收钱币来查看客人 使用零食发生幸运还是不幸 这次第一位客人是购买了美人鱼软糖 她忘了看使用说明 她吃完开始变成美人鱼 但最后紧急时刻 她找到了人体模型 做成卵糖 她再次变回人类 她不再怕水了 十年后还变成游泳冠军 非常的幸运 使用了这盒美人鱼软糖 第二位客人 她并不幸运 因为她偷了前天堂的猛兽饼干 所以她房间被猛兽咬坏了门 幸好她妹妹用另外一种零食救了她 不然她就逃不过来了 我要介绍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她是一种有在告诉人说不可以偷窃东西 还有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